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算筹码 金效为王 欢迎收看筹码大师 我是李宗盛 大盘今天收盘创新高 9140再创下波段新高 大盘包括电子类股 包括OTC指数 今天都在创新高 而且大盘今天爆出了 1104亿的成交量 昨天是987亿 今天多了100多億 所以人氣也陸陸續續回籠 昨天的漲停板加速52檔 還記得嗎 今天上市加上跪 漲停板的加速有69檔 所以人氣回籠了 大盤今天不再解了 因為已經告訴投資朋友 大盤不是問題 選股才是問題 因為資金已經悄悄的 不管是悄悄的進來 或者你看了 我們的證券交割餘額 已經創新高了 如果你的交惡譯額 不是創新高 那到底是誰 把錢在9000多點 投入股市來準備來大買一場 所以大盤高點不要預設立場 大盤不是重點 重點在什麼 重點在選股 昨天52檔漲停板 今天69檔漲停板 那你手上的標的 你手上的股票 或者是說 你可能還想9000多點怎麼買 可是每天看到股票 漲金買那麼多 又買不下手 所以重點在什麼 選股 那你是不是需要一個 好的方式 一個好的工具 來幫你做選股的動作呢 其實我們的 自負贏家決策操盤系統 就是你最好的一個幫手 他能幫各位做選股的決策 我們來看看自負贏家決策系統 它是結合了基本面 技術面 從滿面 面面俱到 一般各位 你手上的軟體 大概就一樣 就是看技術面 可能看看價位 比較厲害 可能還看看量 很多軟體連量都不看的 價位過了 只要什麼KD交叉 MACD要交叉 只要有均線交叉 它就翻多了 但是翻多的股票 會不會大漲 那不一定 看各位的運氣 每天股票還是一堆 第二個了不起的地方 我們的軟體 來看字卡 我們贏家轉折 千中選一一檔就夠 什麼叫千中選一 因為它經過不斷的過濾 不斷的篩選 幫你在翻多的股票裡面 挑出極少數 可能變成標股的股票 我們提到的 4月8號的巨名 4月23號的合一 5月21號的新項 還有最近6月3號 贏家轉折 幫各位找到的3092的紅碩 這兩天紅碩 昨天開盤一個價位 今天開盤9點02分 就漲停版了 還是幾乎是一個價位 開盤開漲停 瞬間疊下來之後 結果0.02分 從頭又是鎖到尾 又是鎖到尾 而且今天漲停的加速 鎖了3500多張 比昨天還多 成交量還1000多張而已 所以你覺得 紅碩還有沒有高點 前天6月3號 來體驗的會員 他繼續問我 老師你今天的 贏家轉折有沒有 我有啊就紅碩 我就把電腦秀給他看 確實就那麼一檔 跟我們字卡看到的是一樣的 我那天給他看到的 就是這樣 我電腦打給他看就是這樣 就這麼一檔 我們來放大這裡 贏家轉折就一檔 3092的紅碩 所以他昨天 無所謂 昨天開盤試駕買 從頭鎖到尾的股票 他還買得到 還不錯 他還買到了 然後打電話跟助理講 老師我買到了 買到就虛報 結果今天 因為9點02分又鎖起來了 所以他9點03分04分又打電話 說跟我們助理交代 一定要感謝老師 因為老師很實在 因為我看到的東西 跟老師看到的東西 是一樣的 他手上還有四套的附會軟體 那為什麼他 這些軟體他不用了 為什麼他要致富贏家 就是因為我們實實在在 我們看到什麼說什麼 而不是他的老師還說還索馬 我們不玩這一套的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一檔就是一檔 那也有可能沒有 像今天我們的贏家轉折 還是沒有挑到股票 可能我的分數太嚴格了 分數太嚴格了 那如果你想集中資金 就選贏家轉折對不對 因為他檔數非常非常的精簡 那如果你想做投資組合的 資金比較充沛的投資人 你可以選擇我們的致富加碼 而贏家轉折和致富加碼 都是盤中的即時訊息 都是盤中的即時訊息 第四個就是多空轉折 簡單明了 一般你的軟體 可能考慮了非常非常多的 指標或者是線型 然後一大堆奇怪怪的指標 讓你不曉得如何下手 因為他不敢告訴你 同時翻多到底有哪些股票 因為同時翻多股票 可能太多了 老師永遠拿翻多之後 好不說過幾天 可能又要講紅碩了 像前兩天 講星象越來越多 但是誰在星象起漲的第一時間 5月21號直接告訴各位 我們贏家轉折就是找到一檔形象 所以你還要用那個指標複雜 然後多空不明的軟體嗎 第五個功能就是籌碼精算排序 之前有跟各位提過幾次 我們的軟體裡面怎麼樣來做籌碼的排序 紅碩為什麼會漲啊 紅碩打入蘋果供應鏈 4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還有一個想像空間就是 它的內湖廠辦和廣州廠辦市值 可能經過IFRS重複之後 可能禁止會增加 這是一個想像空間 我們看這卡貼牌是什麼 就是說如果是OEM的代工 比如說廠商客戶給你的東西 按客戶的規格生產叫做代工 那貼牌就是我有生產這個東西 掛客戶的名字叫貼牌 所以它現在的連接線是掛蘋果的牌子 所以它的4月營收是創歷史新高 我們看我們的軟體其實基本面是可以 不只是技術面 籌碼面 基本面也可以看到 來看我們看紅色 我們鏡頭照到這邊來 左上角 好 我們放大一點 這邊有一個基本資料 點進去 每月營業收有沒有 每月營收 需要一些時間 紅色在4月份的營收是創下歷史新高的 我們等一下軟體計算完之後我們來看看 軟體的功能 軟體的功能除了它給你魚吃之外 還要教你釣魚的方法 來看看紅色的營收 我們來到這個畫面 再放大一點 再放大一點 OK 所以你的股票 所以你的股票 到底營收如何 獲利如何 也可以在致富贏家的系統裡面看得到 為什麼 紅色會大漲 比較有趣的是 我們看看紅色的線圖 我們看看紅色的線圖 紅色的K線 紅色的K線 你們可以摧著 在這裡 當天5月8日公布營收 這天 掌停板 結果又下來了 為什麼我們致富贏家 會在這個地方 顯示出贏家轉折的大三角形 為什麼 為什麼在這個位置 它公布營收的時候 你看看多空線沒有翻多 有沒有看到 6月3號才正式翻多 才正式翻多 所以這個三角形的大三角形訊號 就是支付贏家裡面的贏家轉折訊號 我們看看我們的星象 星象是不是5月21號 星象的5月21號也是一個大三角形的贏家轉折訊號 也是贏家轉折訊號 因為有一位會員他也滿妙 你看這是詞圖 我們看二圖 點二圖我們快捷鍵選 三二九三 因為會員說 老師 星象好像有兩次出現贏家轉折 這一天一檔 那這一天呢 這一天到底有幾檔 這一天贏家轉折 這一天我們看到日期 2月27號 到底贏家轉折有幾檔 我們來看看 看一下選股結果 2月27號 贏家轉折 這裡 贏家轉折不一定只有一檔 那如果分數有夠的話 你看 有兩檔 2月27號那天有出現兩檔贏家轉折 第一檔就是星象 第二檔叫做新世紀 我們看新世紀怎麼走的 2月27號這一天 我們導播放大 把K線放大 再大一點 OK我們就看K線就好 是不是2月27號 這一天 2月27號 一樣出現贏家轉折的訊號 有沒有噴出 所以 贏家轉折是經過系統 精選再精選 篩選再篩選 給各位挑出 最有可能成為 最有可能成為標股的股票 我們看到了星象 我們看到了紅碩 如果 你想不想知道 下禮拜 我們的贏家轉折 會出現什麼樣的標的 今天 一樣 開放 體驗 不限 不限名額 廣告時 把電話報通 我們下段再回來 別靠父爸爸 買房靠自己 買房要靠捷運站 要靠 威秀商圈 要靠 商業核心 要靠 休閒水安 輕鬆房價 要靠 海洋都心 2625 8880 股票不用多 會長會標 賺得多 籌碼結構分析打師 李老師 實戰股海經驗20年 這場制服人家 決策操盤系統 精準掌握標股啟動點 千中選一 一檔就夠 制服人家 決策操盤系統 掌握多空 一檔就夠 立即來電 立即擁有 直播用成國際頭骨 制服專線 0225428999 25428999 股票不用多 會長會標 賺得多 籌碼結構分析打師 李老師 實戰股海經驗20年 這場制服人家 決策操盤系統 精準掌握標股啟動點 千中選一 一檔就夠 制服人家 決策操盤系統 掌握多空 一檔就夠 立即來電 立即擁有 出播用成國際頭骨 制服專線 0225428999 25428999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附的是島塊 十米性能超越國家標準 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這家裡打鼓也是 台友 吹記憑啊 請用記憑啊 五分鐘 歡迎再回到抽馬大師 上一段我們剛剛看到了 因為有個會員說 老師我發現心像有兩個 有兩個贏家轉折 這一次 這裡一次 我剛剛是不是算給各位看 在今年的2月27號 心像在這裡翻多的時候 同時有另外一檔叫做 3383 叫做新世紀 同一天出現贏家轉折 他那天有兩檔 2月27號出現兩檔 一檔叫心像 一檔叫做新世紀 但這兩檔 後來漲幅都非常非常大 那在用自負贏家選股的時候呢 我剛剛說過 即時系統有兩個訊號 一個是贏家轉折 就是我們看到的大三角形 另外一個加碼的訊號叫做自負加碼 就是我們橘色箭頭 我們一一為各位解釋一下 我們看到了這個 我們看到了這個 我們放大 這個地方出現訊號之後呢 我們有一條線 這條線 叫做短線的停損停利線 長線我們是看很多空線 離遠一點 對 短線我們看這條停損停利線 等於說如果你這裡買到 這裡跌破 其實短線上你可以出掉 然後呢 資金我們做最有效率的應用 因為這裡盤整了兩個月不太會動 然後等到漲勢再次啟動的時候 我們再次進場 那這段時間你的錢 可以用在4月份 4月份的合一 4月份的巨名 用在其他的出現贏家轉折的股票上面 所以你的資金可以做集中化 他給你的股票就是非常精簡 我說我90分以上才會出現 在2月28號的時候 出現了星象和新世紀 那這兩天呢 我們來看看即時系統 我們剛剛提到即時系統的選股 即時系統 我們看左上角 有兩個選項 一個叫做贏家轉折 就是我們的大三角形 另外一個叫自負加碼 你想資金集中了 我們就做贏家轉折 可是今天贏家轉折 沒有 我們拉遠一點 左邊是做多的區塊 右邊是做空的 今天贏家轉折都沒有股票 那如果各位要做投資組合的話 自負加碼 今天看起來 你看喔 我們自負加碼就是我們橘色箭頭 自負加碼橘色箭頭 是不會消失的 不會像你的軟體 買進去 股價掉下來 訊號不見了 本來買進去收盤 沒有訊號 那老師當然不會說這支我有買 因為怎麼樣 因為訊號不見了嘛 就裝修為一場 所以我們軟體不做這個事情 盤中的自負加碼的訊號 橘色箭頭是不會消失的 我們點選它的K線來看看 我會建議投資朋友 自負加碼 我們買在 今天第一檔是如星 如星有沒有看到 我們放大點 K線看放大點 自負加碼是橘色的箭頭 它要出現黃色箭頭之後 我才會給它加碼 前兩天我都有提 黃色箭頭是什麼意思 黃色箭頭就是 漲勢啟動或碟勢啟動的意思 所以你要加碼 你要加碼在 已經漲勢啟動的股票 還盤整的股票 它的籌碼量價 還沒有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是不會給它箭頭 所以盤整的股票 或者是可能不會大漲的股票 幾乎我的軟體 是不會出現信號 前兩天跟各位介紹紅海 會員也問 我說紅海都沒箭頭 紅海 我也希望它不要有箭頭 雖然在半年前 紅海78塊多到現在漲了兩成 但是你要的不是這個 不是70幾塊買紅海 78塊買紅海 現在90幾塊漲兩成 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希望說 很快的你資金進去 馬上能看到獲利 因為每一次每一個漲停 每一個股票大漲 都是我的會員 或者是各位朋友的財富的累積 因為股票有漲 你發現你資金變多了 你看看星象 從5月21號的97塊2 到今天155塊半 已經漲60% 59.9% 夠夠厲害 所以當天只給你一檔 他說老師這兩天我們的支付加碼 贏家轉折都沒轉折 都沒有股票 那支付加碼也是各位的選項 因為他可以的股票也不多 我們剛剛看到的幾檔 你看10幾 12檔 這12檔裡面 就有看到6檔是漲停板的 而且它的訊號不是不見的 不是說盤中出現了 本來買到漲4% 5% 收盤變成漲3% 這檔股票就沒有了 不是 就是我們的支付加碼的訊號 橘色箭頭 它是不會盤中消失的 這是給各位在操作上的一個安心 那會建議你買第一個 我們來看畫面 建議你買第一個橘色箭頭 我們就放大這邊 老實說通家好像漲得比較多 你可能不敢加碼對不對 那其實我們買股票 不是因為它便宜 是因為它未來會漲 瞭解嗎 普瑞今天也攻上漲停板 都是第一根 銀廣今天也漲停 它也是橘色箭頭過來的 黃色箭頭過來的第一個 橘色加碼訊號 同開今天也是漲停板 所以這些是今天 我們的系統裡面的支付加碼 就是橘色箭頭挑出來的股票 所以你在操作上 是不是你會很安心 你想要集中籌碼的 集中資金的 我們就選贏家轉折 你想要做投資組合的 你就可以選擇支付加碼 贏家轉折 真的是經過千挑萬選 有沒有軟體真的這麼厲害 就像今天會員打電話來 感謝的洪碩 他說他看過這麼多軟體 使用了這麼多軟體 他終於發現 還是實在的老師 比較實在 因為我們不會花俏 我們就是很實在的 把好的東西 介紹給大家 洪碩 那天會員來看的畫面 跟我今天制卡的畫面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一檔 他六月三號來 來到辦公室找我 我一錄影回來 他就在辦公室 他第一句話問我 老師今天的贏家轉折是哪一檔 我就跟他講 洪碩 3092的洪碩 他昨天開盤 市價就敲了 打電話來說 老師我買到了 今天9點03分 打電話來說 老師謝謝 老師謝謝 所以這個也是我要的 那這個是你投資朋友你要的呢 雖然我不是說我買到的股票 一定會像洪碩變成標股 但是我們經過系統裡面嚴格的篩選 過濾 把籌碼最好的 技術面最好的 甚至連基本面 他都考慮在裡面 把最有可能變成標股的股票 挑給各位 5月21號的星象也是一樣 現在9成以上老師都有這支了吧 都有星象啊 那是誰能在5月21號的起漲點 告訴你星象 支付贏家他為什麼做得到 在眾多的股票裡面挑 最有可能上漲的股票給你 星象從5月21號 97塊2 漲到今天6成 100萬 11個交易日已經變成160萬了 厲害吧 即使昨天去追洪碩 好像是追高了 追第二根停板的會員 今天洪碩幾乎是開盤到售盤 就一個價錢 為什麼支付贏家會這麼厲害 也就是說 他經過所謂的精選再精選 他能把最好的股票 用最好的方式 在最對的時間 呈現給各位 你想不想知道 下禮拜 明天或下禮拜 支付贏家 會給你什麼樣的標的 歡迎來體驗 趕快把電話撥通 真金不怕火鍊 有實力不怕考驗 從訪大師 我們明天見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我是李家頭 我覺得我們是一個 非常幸福的國家 在世界上 只有少數的國家 有這種樣子的全民保險 許多我們認為理所當然 像是有乾淨的水和 有衣服可以穿 在許多貧窮的國家 這些都是遙不可及的 更別說醫療照顧 請珍惜台灣健保 健保有你真好 股票不用多 會長會標賺得多 籌碼結構分析大師李老師 實戰古海經驗二十年 這場制服人家 決策操盤系統 精準掌握標股啟動點 千中選一一檔就夠 制服人家 決策操盤系統 掌握多空 一檔就夠 立即來電 立即擁有 主播用成國際投庫 制服專線 02-2542-8999 2542-8999 254-8999 股票不用多 會長會標賺得多 籌碼結構分析大師李老師 實戰古海經驗二十年 這場制服人家 決策操盤系統 精準掌握標股啟動點 千中選一 一檔就夠 制服人家 決策操盤系統 掌握多空 一檔就夠 立即來電 立即擁有 主播用成國際投庫 制服專線 02-2542-8999 2542-8999 我期盼能給孩子 安定的未來 我想給家人 安定的依靠 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 保照自己的生活 只要您符合成保條件 付出少許保費 就可向保險公司 投保微型保險 讓您及家人 獲得多一層保障 詳情請洽 微型保險專線及網址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關心您 當初來到台灣的時候 生活上有很多的不適應 也過得很辛苦 真的很感謝移民署 對於新住民的幫忙 讓我們免費 好